艾仁羅紫逸與李彩華早前在新劇中扮演一對 不過私底下兩位的愛情官一點都不合拍 紫逸重視另一半的感受甘願做小男人 反而離婚後的Ring就高呼自由萬歲 明言日後只會享受拍拖 無意再受婚姻家所的束縛 紫逸與楊仙耀由拍拖到結婚 外界都認定他女尊男婢 不過EQ高的他一點都不動氣 是好過馬上處理 父母之間的婚姻小朋友一定會有一點磨擦 我常常提醒自己他玩什麼就什麼 他玩什麼就什麼 強勢 我覺得首先現在這個年代不同 現在年代不同 如果回到文初清潔的時候 但現在很多時候女性都會身兼領職 又要出來做事又要身兼領職 其實我都承認一句 我常常說我不是擔心我老婆 但我會擔心她不開心 不只影響到你的日常生活的 儘量說對 但是市面上很多我們這行的公司都覺得 慢慢女生就會退下來 就會專利家一手 男生就主力揚架 就慢慢就會 其實我又不會刻意去掉傳 我真的無所謂 我是真的這段婚姻才會 因為結婚之後 你不能用心去經營 你們的小朋友也有 所以你就一定要跟他引讓 而Ring坦然對於日後的感情生活 雖然有憧憬 但是不想再婚 自認是大女人 其實我真的不算是小鳥人 因為可能跟我工作的關係 如果站在我現在的立場 因為我是工作比較 令到見面的時間少 所以就特別不需要太黏 但當然適當見面是要的 我是想浪漫的 但是往往都沒有太多浪漫 所以在我想 如果接下來再拍拖 希望選擇一個真的浪漫的人才拍 我自己想到的驚喜更厲害 我完全覺得他一定會這樣做 但往往是不會的 那我就覺得我自己是 他們完全是下落 我是高了很多層次 所以之前就是因為 為了差不多要結婚 而他剛好有一個 又想結婚的 所以就這樣就這樣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缺乏了人對人的 面談的機會 為何會覺得自己是一個 都大女人呢 因為覺得 我就算不需要另外一半 我自己都可以生存到 原來一個人真的說 哇你任何購買 任買那些都可以的 我有一些朋友的老公 真的可以的 我自己本身有自己賺錢 有時候很多時候買東西 我又不用問你 我又不會問你 這個好不好 我自己就買了 那是沒有別的 我自己在賣有些人 我已經想到自己 在那邊 跟我們也要不ら少 你不會這樣做 你え�我會這樣做 你又要不讓我 我會這樣做 我們要不動